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采用一个全新一个智能化的时代 然后将原来就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人工 从20人减到13人 从开始引进一个智能化 在人工上大大的减少了一个人工的使用 使得我们一个日产量 从最基础的一个三千方 到我们一个五千方的一个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同样产能在原来基础上相当于提升了60%到80%